下面我们讲解双代号网络绘图规则 这个我已经说它的重要性了 每年都是必考的 那么必考无非两种方式 一种是考那个原文 我们规程规范的原文 第二个就是考应用 我觉得考应用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下图所示的双代号网络中 存在绘图错误的事情 这种题目实际上 如果说我就这么一张图给你 然后你去找 我如果做一个问答题 这个题目你要想搭对 搭的百分之百正确 难度是比较大 但是好着我们这么可能 一般是答案都给你的 你看看 A循环回路 B多个起点节点 C多个终点节点 D一对节点 编号代表多项工作 E节点编号顺序错误 所以我们这门课呢 像出成这样的题目以后 难度大大下降 如果这个题目 作为一个问答题 我相信这个题目 能做全对的考生 比例会大大下降 但是变成这样的题目以后 我相信你们都会做对 那就一个个对吧 A有没有循环回路 那你从左边往右看呗 没有 确实没有循环回路 因为循环回路 我们在前面已经划过了 什么样的路叫循环回路 是不是 我们再来看 B多个起点节点 C多个终点节点 那么我们这个题目呢 因为题目不吭声的 记住啊 我们也都考上去 老师B和C没办法当 为什么呢 他没有说是一个 当目标 还有多目标的网络 我们的考生想的太多了 那么我这里教你一个 认定的办法 题目不吭声的 我们一般就默认为是 当目标的网络计划 好吧 这个是一个 惯例的 好吧 因此呢 我们这个既然是一个 当目标的网络计划 就不允许有多个 终点或起点节点 那我们来看 首先看看这个B这个单 起点节点 什么叫起点节点啊 那我现在就教你 只有箭尾没有箭头的 都叫起点节点 那么我们这里看看 一是的 因为一这个节点只有箭尾 只有四个箭尾 二不是有箭头有箭尾 三不是 我就不重复了 四 也不是 五 对吧 也不是 六 也不是 七 也不是 但是呢 我们说八和九啊 倒过来 只有箭头 你看见没有 没有箭尾 所以呢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B是错 因为我们这个网络图呢 起点节点 只有一个 下面来看看 终点节点 什么叫终点节点 只有箭头 没有箭尾 我们这个网络图呢 一看还真实 八和九 这两个 只有箭头 没有箭尾 那么只有箭头 没有箭尾的 就叫终点节点 好了 出现两个了 你看见了吗 这是不允许的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当目标的 所以这个应该选 因为他说 绘图错误嘛 第七是错的 第一 对节点编号 代表多项工作 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前面也讲过 他的关系 就是说节点的编号 跟工作的关系 就相当于我们身份证号 跟人的关系 是一模一样 像我们一个人 只能有一个身份证号 一个人身份证号 只能对应一个人 那么我们节点的编号 跟工作的关系 也是一样的 一对节点编号 只能代表一项工作 一项工作 只能用一个 一对节点编号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里 有没有出现 他讲的一对节点编号 代表多项工作的 一看还真有 你看一和三 对吧 一和三是同一个节点编号 但是他代表了两项工作 哪两项 一个是B 一个是C 这是错误 这个就我经常打个比喻 对吧 两个人 共用一个身份证号 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这个答案可以选 也就是说这个绘图是错误的 最后一个答案 节点的编号顺序错误 那么这个就是在规程里面 八项规则是没有写到的 所以我在从考试要求来说 我们五加一 对吧 那么一条就是节点的编号 节点的编号三个问题说起来 第一是不是要连续编号 第二要不要顺序编号 第三能不能重复编号 那么我们前面答案都告诉你的 第一可以不连续编号 二必须要顺序编号 三不得重复编号 那么我们这里问的是顺序编号 那么顺序编号的判断标准很简单 或者判断方法 任何一项工作的键尾的编号 都要小于键头的编号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的 就属于顺序编号 否则的话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 这项工作对的 一和三 它的键头编号要大于键尾的编号 但是我们一看有一项就出问题了 就这一项 而顺序工作也是工作吗 你看这个顺序工作就出现个什么情况 它的箭头的编号 小于键尾的编号 这个显然违背了顺序编号的一个原则 所以四和三的编号要倒一下 对吧 就对了 所以呢 这个题目A是可以选的 A是可以选的 因此呢 我们这个网络图按照双代号网络汇图规则 就是网络技术规程里面判断 C D E 三个存在汇图错误 那么A和B没问题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CD 下面我们来看 看一下某分布工程之间各项逻辑关系 如下标所示 根据该逻辑关系标 汇出的正确网络图是谁 这个题目 就是靠我们双代号网络汇图规则第一个规则 也就是说双代号网络图必须要正确反映 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那么大家看看A没有紧钱工作 B没有紧钱工作 C的紧钱工作是A D的紧钱工作是A和B E的紧钱工作是D F的紧钱工作是CD 什么叫紧钱啊 排在我前面这一位的就叫紧钱 在前面这一位不能叫紧钱了 所以呢这个紧钱和紧后工作呢 一定要给你搞清楚 那这个题目 到底下也比较简单的 不就四个图吗 一个人去看 你看看 A工作没有紧钱工作 我们先看A这个图啊 看这个图 对吧 A没有紧钱工作 B没有紧钱工作 这两个条件是符合的 那么来看看C工作的紧钱工作是A 对不对啊 你看看 C工作的紧钱工作是A啊 错了 因为按照这个图来说 C工作的紧钱工作是A和B 两项 所以呢 A这个图是错的 后面就不用看了 B这个图来看看 A和B没有紧钱工作 C的紧钱工作只有A 对的 因为他虚工作是弯下的 那接着往下看 D工作的紧钱工作是A和B 我们来看看 D工作的紧钱工作是A和B 对的 因为虚工作具有传递性 这个地方解释一下 我们有的考生说了 不对啊 D工作的紧钱工作是B和虚工作啊 不对 我们在判断紧钱工作的时候 虚工作具有传递性 这个也对的 接着往下看 E工作的紧钱工作是D E工作的紧钱工作是D 错了 你看看 E工作的紧钱工作是C和D啊 所以这个网络图也是错的 我这样解释能听得懂吗 那么看看C这个图 A和B没有紧钱工作 C的紧钱工作是A D的紧钱工作是A和B 对的 是吧 然后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E的紧钱工作是D E的紧钱工作是D 对的 F的紧钱工作是CD F的紧钱工作是D 就是它 那么当然D这个答案为什么错 你自己分析一下 不讲 所以呢 这个题目是考双代号 使用网络绘图规则的第一个规则 只不过它是考应用 那么难度大吗 也不大吧 也比较简单 好吧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 C是正确 那么这个题目呢 也是非常经典的 工程双代号 实标网络计划中 某工作界线上的波形线 表示什么 A 该工作的自由时差 B 该工作的总时差 C 该工作 以其紧钱工作之间的时间间隔 D 该工作 以其紧钱工作之间的时距 时距 时距这个概念是编造出来 我们这里不存在 时间间隔是存在 那么这个题目比较简单 尽管说很有代表性 那么在双代号指标网络中 波形线 就代表的是自由时差 那么B不行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 在双代号指标网络中 总时差是没有办法直接识别 只能通过分析得到 好吧 那么这个题目应该说呢 一半年份会考 大概这样 以双代号网络相比 单代号网络图的特点又难一些 所以这个地方必然要跟双代号网络相比 A网络图便于检查和修改 这个话是对的 因为单代号网络呢 它这个图啊 是用一个接点代表一项工作 B通过计算可以明确各项工作的机动时间 这个对不对 我们知道这个单代号网络里面 这个时间参数是6加1啊 确实对的 通过计算可以明确各项工作的总时差 自由时差 但是这个题目就要注意了 B能不能学 不能学 为什么 因为B这个答案 双代号网络也是具备的功能啊 所以你这里要选是什么呢 因为他讲了以双代号网络相比 意味着什么 你要选什么样的答案 双代号网络不具备的 单代号网络具备的特点 才能叫特点 所以B不能学 因为B这个答案 单代号和双代号网络都具备的功能 C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容易表达清楚 且不用虚界线 因此绘图绘制比较简单 这个话是对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单代号网络中啊 不用虚界线 而双代号网络中 可能要用到虚界线 你如果这样讲也是错的 双代号网络 必然存在虚工作 这个是错误的啊 第一工作持续时间表示在节点的没有长度 不够直观 这个是对的 而我们双代号网络是用一个 带界头的线段来表示 尽管说在一般双代号网络中 这个长度也不代表 它实际的工作时间长度 但至少从我们认识来讲 人的认识来讲比较直观一点 第一 表示工作之间逻辑关系的界限 可能产生较多的纵横交叉的现象 这个是对的 这个题目呢 尽管说不是那么最重要的题目 但是呢这个题目啊 我估计还是有点难度的 对吧 因为它是跟双代号网络相比 问当代号网络的特点 好吧 所以这个题目除了B以外都可以选 下列关于双代号网络计划 绘图规则的说法正确是谁 这个应该说呢比较简单 因为它直接考那八条规则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题目 A网络图必须正确表达 各项工作间的逻辑关系 对的 B网络图中可以出现循环回路 错 不允许的 C网络中一个接点 只有一条界线引出 哪有这个说法 是不是 我们允许一个接点 有多条线路引出 D网络图中年近出现 没有界头或没有界尾 接点的界线 当然可以 E当目标网络中 只有一个起点接点 一个终点接点 对的 所以这个题目的难度 是比较小的 好吧 好了 这个题目就要重点说一下了 下列 关于网络计划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一个网络计划 只有一条关键线路 这个答案前面还真没讲过 大家想看 一个网络计划 只有一条关键线路吗 会不会像B所说的 一个网络计划 可能会有多条关键线 或者这样讲 一个网络 至少有一条关键线 那么这几种说法 谁是对的呢 谁是错的呢 我们知道B是对的 A是错的 当然稍微解释一下C和D为什么错 对吧 D已经说过了 它是汇图规则问题 不允许出现循环汇图 C为什么错 有关键工作组成的线路 称为非关键线路 这个是牛头不对 骂嘴 对吧 我们知道从开始节点 到终点节点 全部有关键工作组成的线路 应该成为关键线路 而不是非关键线路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 B是对的 好吧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要重点说一下 如何利用前锋宪法 来分析各项工作 它的进度状态 以及各项工作进度状况 对工期和紧后工作 产生的影响情况 所以这道题目实际上是两个问题 对吧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什么意思 这个图的实际上是考大家 进度计划的检查 我们这个不是考了三个吗 一个进度计划的编制 一个进度计划的检查 一个进度计划的调整 是不是 当然我们重点是考进度计划的编制 当然进度计划的检查也会考一点 那么进度检查 进度计划的检查方法也很多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作为一届考试来讲 就是考前锋宪法 什么叫前锋宪法 什么叫前锋宪法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图 那么前锋宪法 它必然是跟双代号指标网络相关的 它不是一般的双代号网络 必然是跟双代号指标网络相关 那么它这个题目这样讲呢 它说呢 某工程网络图 卢校图所是 工程师在第九天末 第九天末就第九天已经过去了 检查进度会发现什么 你看看这个图 第九天在这呢 我们在第九天末的检查 那么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呢 你用铅笔或者画一条垂直线 这条线叫检查 日线 就检查日这一天的一条直线 那么我教大家 凡是在这一条检查线左侧的 进度之后 右侧的进度提前 如果在刚刚落着这一条检查日线上的 进度既不提前也不之后 比如说Air这项工作 我们一个个来看 我们先不看答案啊 Air这项工作 你看看 在检查日这一天 刚刚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进度既不提前也不之后 但是借这项工作你看看 他的实际进度在这呢 在左侧 在这一条线检查日线的左侧 因此他非常直观 我刚才说了 你这个某一项工作的实际进度 只要在这一条线的左侧的进度之后 只要在这一条线右侧的进度提前 按道理讲本来就很简单了吧 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这个题目难度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 你比如说 如果仅仅这样问 这个问题很简单 Air工作 进度既不提前也不之后 接工作 进度之后一天啊 一天 开工作 进度之后一天 不就完了吗 那显然你看看 他不当你要判断 各项工作 目前实际进度 跟计划进度的对比 你还要知道 如果说这项工作滞后了 对工期会不会产生影响 对仅后工作会不会产生影响 你比如说 E这个答案很简单 E这个答案 我现在就解决了 工作Air 以原计划吻合 对不对 这个答案也很容易解决 工作K 并原计划延误一天 对不对 工作K在这呢 他的实际进度在这呢 延误一天 也是对的 那么现在难度比较大 是ABC三个单 我们来看一下A这个单 工作Air 并原计划拖后一天 且影响工期拖后一天 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为什么 工作Air 跟原计划是吻合的 B 工作Z 并原计划拖后一天 因有一天的总时差 因此不影响工期 好 这个答案要重点说一下 大家想想看 工作Z在这呢 他是不是 并原计划延误一天了 对 确实延误 所以也就是说 这句话是对的 问题出在后面这个 这个才是难点 他说因为 工作Z 有一天的总时差 如果他真正存在一天的总时差 你现在并原计划拖后一天 确实不会影响总共期 所以现在的问题你要判断 工作Z 会不会有一天的总时差 因此呢 我们下面就教大家 如何利用双电号指标网络 来分析得到 每项工作的总时差 这个呢 我们后面相关的题目 会在不同的场合来分析 大家可以想象看 借工作 如果说延误一天 他就要跑Z而来 跑Z而来 大家知道 这个图没画好了 实际上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波形线 所以刚刚把他压没有了 所以他不会影响第十一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再重复一下 怎么分析 我告诉你 一天一天来 假设 这个节点 就借工作延误一天 那么借 这个借点就要跑到这儿来 跑到这儿来 因为N工作 有一天的时差 所以呢 把他压没有了 压没有以后 不会影响实际 所以可以判断 N工作 而借 至少有一天总时差 所以B是对的 B是对的 下面来看看C 工作借 并原计划延误一天 且影响 公期拖后一天 这错了 因为借工作 刚才说了 至少有一天的总时差 所以呢 B对了 C就是错了 那么当然这个题目 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借工作 到底总共有几天的总时差 我们只分析了一天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后续的题目 再来回答 因为这个图画得不太好 我在后面说 所以这个题目 难度是比较大的 他要求大家掌握的知识点 也相对比较多 那么这个题目 暂时先讲到这里 好吧 后面我们还会 进一步的补枪加固 所以这个答案 B、D、E是对的 B是对的 D和E是对的 A和C是错的 下面来看一下 有个背景资料 他说某施工企业业主 签订了某工程项目的 施工承包合同 经建立工程师审核 批准的施工进度计划 如下图所示 时间单位为天 这显然是一栋楼了 是吧 基础工程60天 那么基础工程完了以后 主体结构100天 好了 主体结构完了以后 可以同时进行三项工作 一、电梯安装与调试 二、二次结构 三、污蔑工程 那么电梯安装与调试呢 他可以在整个阶段进行 是吧 二次装修完了以后呢 水电安装 水电安装完了以后 室内装饰工程 是吧 污蔑工程完了以后呢 外装饰 只不过呢 室外工程要记住 这里有一个虚工作 大家看见没有 那么室外工程 要想开工 必须等到水电工程和外装修工程完了以后 才能进行室外工程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里一个六跟七之间的虚工作啊 代表什么意思很清楚 那么根据上述背景资料 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跟背景资料是毫无关系的 他说呢 双代号网络计划中 虚界限表示什么 这个前面都讲过了啊 所以这个题目简单说一下 应该是C 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就是逻辑关系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虚界限是代表三种关系 三个作用 一逻辑关系 二断开 三断路 区分吧 叫区分和断路 我们主要来说说这个 监理工程师批准的施工进度计划 工期是多少天 那这个就很简单了 我要给大家演示一遍 不就是计算工期吗 因为这是一个进度计划 这个进度计划已经进过批准了 所以你算出来这个计划 就是一个计划工期啊 那行 那就算这个 这个是零 这个是六十 很简单啊 这个是多少 一百六 是不是啊 然后呢 下面算四 四呢 是一百六加 一百八 下面的是一百八十五 六这个呢 我们来看看 一百八再加二十 两百 是吧 这个呢 是两百三十五 是不是啊 一百八十五加五十嘛 哦 对不起啊 一百八十五加五十 然后呢 两百加零啊 那么取大的 对不对 取最大的 呃 结果是没错的 但是因为这里面有两条线路 对吧 两百加零 一百八十五加五十 取最大的 最后 最后有三个箭头 一百六 再加五十 两百一 是吧 两百加一百 等于三百 是吧 是不是三百 两百加一百嘛 两百三十五 再加四十五 等于两百八 那么取最大的 三百 我不知道有没有算错啊 因为我这里毕竟是在 课堂上 所以应该说呢 这个监理工程师审核批准的 进度工期计划 应该三百 我们来看有没有这个答案 应该是低 多简单 那么当然有的考生就说了 老师你这个地方算出来 为什么叫计划工期 为什么不叫计算工期啊 因为这个网络是一个 经过监理工程 是审核的一个网络计划 所以显然是一个计划工期 那么为了照顾 我们部分考生的心态 有部分考生说 老师啊 这个我是用工作计算法习惯的 所以这个就用工作计算法 那么假如说 你用接铁计算法的考生 那么这个图呢 根本不要看 好吧 上述施工网络计划中 外专修作业的最早开始时间 和最次开始时间 分别多少天 外专修啊 我们回去看看 外专修在哪里啊 在这里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算最早开始时间 那最早开始时间 不就是185吗 你超过的不就行了 是吧 那么当然他还有一个问题了 最迟开始时间 所以后面两个肯定不对了 因为最早开始时间 是第185天 是吧 那么至于说 外专修作业的最迟开始时间 多少 我们要给你演示一下吧 那就是倒推了 那么这个题目呢 他没吭声 我们认为他的计划 计算和计划工期一样的 所以呢 那也是300 那就倒推啊 是不是 那这个多少 这个就是300减去45 255 是不是 有没错 因此这项工作 很快就知道了 他的最迟完成时间 就是255 我就不超了 他的最早 最迟开始时间 就是255减去50 205 行了 其他我就不算了 因为时间关系 再说这个图密密麻麻的 因此呢 我们说啊 外专修 他的最迟开始时间 第205天 那看看是不是 所以这个答案 应该选 对吧 就是外专修作业啊 最早开始时间 为第185天 最迟开始时间 为第205天 对的 上述施工网络计划中 电梯安装以调试的总时差为多少 我们回去看看 那么我们说什么叫总时差 总时差就是电梯调试这项工作的最迟完成时间 减去最早完成时间 或者说 他的最迟开始时间 减去最早开始时间 就这样 因此我们说归根结底 还是这项工作的前四个时间参数 电梯安装以调试这项工作的最早开始多少 最早完成多少 那么最早开始不就是 三这个界叠超过了吗 160吗 对不对 最早完成不是210吗 那么这项工作的最迟开始 不如300吗 超过了就行了 他的最早 最迟开始是250啊 那你连这两个都可以啊 250减去16090天 或者说300减去2190天 都一样的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总时差的计算怎么计算 这个我们在定性题目也会考的 所以呢 总时差 就等于该工作的最迟开始时间 减去最早开始时间 或者等于 该工作的最迟完成时间 减去最早完成时间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90天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 好吧 C 对的 所以呢 这个背景资料 这几道题目呢 是比较 普通的题目 你看看这道题目就很有意思了 他说呢 某分布工程双代号网络计划 如下图所示 其中关键工作有哪一些 那么我们首先讲一下方法 好吧 我们再来推荐一种方法 他的比较常规的方法是什么呢 首先计算 该网络图中 各项工作的总时差 然后 这个题目没吭声 你就认为他的计划工期 就等于计算工期 既然是计划工期 等于计算工期 总时差为零的工作 就是关键工作 不过呢 如果按这个方法的计算呢 这个工作量可能会偏大一点 但是好在我们这么个实践 还是丰富的 还是多余的 是吧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么下面我教大家 另外一种方法 什么方法 当然这种方法可能啊 会造成答案的不完整 但他可以大大节省时间 什么方法 处于关键线路上的工作 肯定属于关键工作 这个话对不对啊 非常正确 所以呢 你首先判断 这里的关键线路是谁 那么处于关键线路上的工作 就属于关键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量呢 会大大减少 所以下面我就这个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关键线路的判断 我们知道 接点跟踪法 所以我们通过这道题目 再次给大家说明一下 接点跟踪法的原理 0吧 0 是吧 你就是123456 这样去算就行了吗 咱算他 0加上4等于4 因为他只有一个 那么他取决1这个节点 是吧 3 0加6等于6 他取决1这个节点 好了 4这个节点就要注意了 有三条线 4加0 0加5 6加0 6 那么他取决于谁呢 取决于3这个节点 是不是 下面来看一下5这个节点 只有一个箭头 6加5等于11 他取决于4这个节点 下面这个 7 11加0 6加4 取最大的 所以他取决于5这个节点 上面 11加0 11 4加5等于9 11 他取决于5这个节点 他的关键线路出来了 17取决于这个6这个节点 6取决于5这个节点 5取决于4这个节点 4取决于3这个节点 3取决于1这个节点 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关键线路出来了 是13456 8 那么处于关键线路上的工作 肯定属于关键工作 因此 他的关键工作就是 CFH 我们来看看 CFH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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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